RCEP和CTPTT RCEP是中國指導 在今年年底就會完成了 它佔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它可以30億的人口 佔世界三分之一的GDP 我們進不了 那CTPTT我們能進得了嗎 你最重要的 馬英九推RCEP 民進黨推CTPTT的話 我們進得了 你告訴我實在 現在日本主導 日本是像你們老伯子三塊 差不多 我告訴你 民進黨做了日本的手腳發軟 你現在CTPTT我們能不能進去 不定台灣兩邊三邊貿易 區域經濟貿易幾乎都完蛋了嘛 你們也都沒有進展嘛 所以委員 你說到這個經濟齁 就是這樣 就 我們不能去參加這個 都 中國 政治阻害 包括 中國的領導人 我們是中國的領導人 黃毅會議 就中國 最后 開火冬天再起 更來通知了 一點 重新鎖 你每天都會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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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力 今天如果你是中國大陸的習近平 你會不會這麼做 不要只求自己 你自己要拿你的 什麼 大家都 你如果問我這點 如果是我 我會有大國的信心 不會 以這麼大的中國 對付這麼小的台灣 這麼沒信心 還說 你這個小的台灣 常常有事情 沒事情 就要來挑釁我 吃雞 我怎麼做 我還說民主主義意思 你要想的 不是你想的 都完全的 是對的正確的 彼此各有立場 我只有一點 你CTPTT的這個 日本的指導 不是CTP 現在你台灣的政府是很好的 你跟我講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問題聽 會不會 我們在政策買CPTPP CPTPP CPTPP 沒有 好啦 要AZB買AZB 知道那些東西 AZB買AZB 人家是國際組織 我們申請 人家要讓我們AZB 我們要努力 做這方面的努力 的東西 日本跟你好AZB 還是不AZB 你跟我講 現在努力後如何 因為做兩個 起碼我們在申請 這個努力 你努力如何 會去嗎 會去嗎 人家在組織 他也剛才 現在 我們就是經過這些聽習 要做國民的努力 希望我們可以去 日本自己好 他這裡有包括中國台領 他說不可以這樣 我們會怎麼樣 就是包括中國 如果建有中國的問題 就要多加碼碼碼 我們的問題 就是我們已經存在 會碰到的問題 不會啦 阿水的 我們也是要成功 我們也是要成功 拜保藥丸祭品 好 好 謝謝 是